来 咚了咚了 来了来了 Yuppie 咕咕雷达咪食徒的小凯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又到了新的港海季了 看看我这一身装备 我已经鸟枪换套了 不要再说我很业余 有了这套装备 我跟你说 直接起飞好吗 港海之前说一个 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之前大家都问 粮这些海鲜的卡是哪里得的 在当地旅游局 或者是在附近的商店 都有卖 今天我买了一个新的 这个测量起来就更方便一点 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 海货到底有没有达到尺寸规则 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港海 只要能港海的海滩旁边 都有这样一块板 这个板上有标明出 这里捡到的海货 你需要达到多少尺寸才能够拿开 比如说你看面包蟹 它需要长到14厘米 你才能拿走 龙虾的头部 必须要长到8.7厘米 你才能拿走 所以说大家在赶海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规则 不要大小通烧全拿走 这样不好 今天来的海域我没有来过 所以能不能捡到货 我也不知道 你看岸边上退潮了 就会有很多这种小的生蚝 这小的吃不了 也有很多小伙伴关心 说会不会有人在岸上检查 你拿着小的别人就会抓你 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人检查的 这个东西还是靠自觉 带大家看了清口山 今天这一片就是生蚝山了 全都是生蚝牙壁上面 像这些生蚝都是纯野生的生蚝 你只要拿个敲子随便撬 你看一扒了就下来了 不过这个个头太小了 放回去吧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大货 水还没有完全退 估门还得有一个来小时 才能到最低潮 这儿是一个什么大扇贝吗 不是空的 看那么大一个 要捡到就发了 这个那么大 这个是活的吗 我看一下 死的 我还以为是活的 里边都是沙子 你看那么大一个 你以为不猎草 你没人赶海啊 看看我后面全是赶海的 咱来这个半岛上面 做做运气 你看这两个小姐姐 她们是在挖这种贝壳 各种各样的贝壳 其实法国人她们赶海 一般都是来挖贝壳的 他们很少去抓我们觉得的那种大货 比如说螃蟹 龙虾什么的 这种海边上有好多海葵 你看一搓 然后它就缩起来了 好吧 很好 那个爷爷让我帮他量一下 他捡了两个 sundrake 很小 是十十还是十 ik利吗 十二 十十 十十 十二 太小了 额吧 好 太小了丑了 他们都很遵守规则的 他们没有卡尺就借旁边的卡尺来看一看 这个有一个螺子吗 不可以说 可能是在轴子里面 我不知道 OK 我们真的要去到达 轴子里面可以严重 这里有一个螺子 今天感觉运气不大好啊 啥都没捡着 这个在法国叫派盒 就我们中文的花葛应该是叫 这个螺我们必须要长到4厘米才能拿走 刚刚4厘米 这是啥 看看 海胆 这应该是水冲上来的 卡在这儿缝里了 哇那么大一个 紫色的海胆 这个大小可以哦 紫色的 像这种一般在海边上是捡不到的 应该是被海浪卷上来的 也算不错了 收获一个 你看这儿还有好多螺呢 这种小海螺煮了也挺好吃的 这种 长得不好看 但味道还可以 咸点吧 能吃 又来了又来了 老爷爷没有尺子 他每抓到一个东西就让我量一下 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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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爷说有可能是那种被污染的海藻 或者怎么样的 大家有知道这个东西了吗 但我看上去有点像墨鱼卵那种 破壳了的 小毛是还好 哈哈哈哈 我让你们摁着 我给你们继续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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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根面包屑 哎不过太小了 这才多大点 我都不太想把它弄出来了 你知道吗 因为弄出来有可能会把它弄伤 我看我手进去了 我手能不能拿一下 哎 起来了 你看它还在底 我现在最讨厌搬面包屑 您知道吧 因为这个面包屑 特别爱卡石份 来了 哎 小面包屑 这么点儿大 这才多大点儿 我看一下啊 姑妈七点多厘米才 就它的这个背面啊 要长到十四里面 我们才能够拿走 它才符合吃的标准了 所以说放回去吧 哎 这个面包屑还不忍离去吗 得了吧 等它就这么吊着吧 咱再找找其他的 哎 你看这里也有个面包屑 像你要找面包屑啊 就在这种石缝里来找 石缝里全是面包屑 不过这个个头都太小了 哈哈 这两个小哥在这抱怨 他们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货 他们下次不会再来了 哎 看来今天怕是要空军了 你们看看这个山 全是这个叫什么 青口 移位 我整个这要吃的话 还是可以翘 这个青口长得也不够大 没有我在悬崖那边看得的 青口大 这个山上的这种小石缝里 全是面包屑 人家这儿一个 这边上面又有一个 这个缝里也有一个 我看一下有没有大一点的 哦 这里有一个 看里边 看见了吗 这儿 哈哈哈 不知道有多大啊 我得抓出来看一眼 哦 两个 哦 两个是 是两只 两只叠在一起的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 这太费劲了 哎 来了 吃不了 你看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就小 这个更小了 哎 好像还有一个 里面还有一个 我不太想拉了 这面貌馅大概有12厘米 还差一点 还差两厘米去了 这个就更别说了 这个就更小了 这个只有9厘米左右 差的也 哎 又是白忙活 哎 你看这 哎 大家知道这什么 这就是我经常捕的 那个海蜘蛛小的时候 有点有点吓人 就像那种蜘蛛一样 这有个鱼搁浅了 下面有个螃蟹 好像夹住它了 在水里还有只螃蟹 还把我捉 来吧 这是啥鱼 我这鱼咬人的 我的天 这是啥鱼 我没勾它 它咬着了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鱼 长得好奇怪 它还长了两个触角 这个地方 雨意特别多 整个都橙黄色的 凭我多年港海经验 像这个鱼的大小 肯定是吃不了的 而且这个鱼咬人 你看它是有那种牙齿的 吃不了放生吧 游走了 这儿有一个天鹅绒蟹 好大 母蟹 母蟹会特别凶 我小心一点 别勾伤了 给大家看一眼就行了 看 全是蟹黄 这种咱就不要补了 母蟹 好大 这只蟹 这个蟹整整有7厘米 完全达标了 但是是母的 咱还是别杀了 放进去 这里有一个面包蟹 完了 涨水了 又是这种 又是这种时候发现 会大火 这只面包蟹好大 有多大 不知道 肯定超过14厘米了 冻了 来了 哇 能行吗 那个卡尺赶紧水上来了 14厘米 估计还是达不到 还差一截 13厘米还是小了 这么大都带不走 没车了 就差一厘米 我还以为能走之前能带一个走呢 还是不行 其实挺大了 算了 走吧 不行了 赶紧的 挡水了 不然我回不去了 好冷 看这个老爷爷 他装了很多清口 还有一些鱼 他装了一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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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的鱼 这是哪里的鱼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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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装了很多 山洛克 我们爱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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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看他们来这 遛马 我们最多就6个狗别遛马了 但是这种马感觉不是晒吗 感觉好肥 好粗 它那个腿 今天在捉襟见肘的收获 一个海胆 一个贝壳 两个螺 就这 海胆嘴上需要给它处理了 这里边这些内脏什么的得给它挑了 哇 这海胆挺肥啊 看 这个海胆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用来煎蛋 这海胆煎蛋煎下去真的是好香 那个味道 特别鲜 闻到那个味道 来喽 开饭了 今天请摄影师吃一顿好的 虽然不是干海干的 但是超市买的 那不一样香吗 有鸡尾虾 还有这个熬虾 你别看这个熬虾 这个熬虾可贵了 就这么一叠就要13欧左右 这个是法国阿尔萨斯的一种特色美食 就是酸菜炖肉肠 其实就跟咱们东北的酸菜炖猪肉有点像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唯一捡的海胆煎蛋 我感觉应该挺香的 味道特别的鲜 有一种特别甜的味道 那句老话说的什么来着 这就是大海的味道吗 在南国内青岛那边好像还用这种海胆来包饺子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青岛的 他就说他们会用海胆来包饺子 听上去就很香 你们天天说我略带摄影师 来吃 似乎刚刚吃完这一顿 马上天又要黑了 又要去夜赶了 好了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油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哦 拜拜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油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哦